我们知道,在明朝,内阁十分的重要,是明朝的中间力量,权力只屈居在皇帝之下,但是在改朝换代之后,清朝成立了义政王大臣会议,内阁权力被更加的边缘化,在每次重要的会议中都是以宗室和诸侯为主。 一直到了康熙时期,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设立了南书房,议会制度的权力中心也有所转移,到了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,此时内阁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被彻底排除在外。 内阁的地位尴尬,内阁掌控人,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则更加尴尬。 内阁大学士主要的工作是辅佐皇帝,相当于现在的高级秘书,也有称为殿阁大学士的。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就有大学士这一官职,在唐锦隆二年制修文管大学士,智德二年至极贤院大学士,人和年间后皆有宰相兼领。 但是在唐真元四年的时候,这一官职就被废除,五代十国的时候,后梁也曾设立了大学士一职。 之后的宋朝建立,宋朝沿用了唐朝的官僚制度,又重新将大学士这一职位交于宰相兼职,并且还单独地设立了官文殿,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,也就是干着起草起草文书之类的工作。 满亲入住中原以后,作为大学士,他们要面对的首先是一个等级问题。 顺至初年皇帝下旨,同为大学士,满族大学士为正一品,汉族大学士则为正二品。 对官场人来说,这明晃晃的骑士和永远屈居人下的尴尬境地,无人能忍。 因此为了稳定汉官大学士的情绪,顺至十五年皇帝下旨,将满族大学士的等级调至和汉族相同的正二品。 雍正八年,又将大学士官职全部调升至正一品。 那么大家官职都一样了,如何确定谁前谁后呢? 这时候,大学士前的名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 在进入内阁,称为阁臣之后,在他们的名字前都有一个殿堂,所以又称为殿阁大学士。 但是在清朝刚开始的时候,将殿阁大学士变成院大学士。 在清朝初期,有三个长院大学士分别掌管三个院,到了顺至十六年,则用四殿二阁代替了三院。 这一改革不仅扩大了系统人员的数量,也恢复了先前大学士殿阁的前缀,见此无人不喜。 但是好景不长,顺至皇帝又下令说,取消四殿二阁,又恢复原有制度。 康熙皇帝对内阁进行了两次改革,直至乾隆十四年,才正式成立三殿三阁。 并且雍正式设军机处,由军机大臣三人至六人,军机章经若干人,成为权力中书。 皇帝的诏令多由军机处发出。 但有清一代,正式诏书等均由内阁拟出,臣下正式奏章也递交内阁。 所以,内阁仍是清代名义上正式的宰相机构。 在乾隆三十五年,皇帝的宠臣傅恒去世,痛施爱臣的乾隆为了傅恒,撤销了宝和殿大学士一职。 如此一来,就只剩下了二殿三阁。 乾隆右下指说,内阁只允许有四位大学士。 也就是说,即使在满员的情况下,也无法满足两殿三阁都配备大学士的标准。 虽然是正一品大学士,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掌管一些文书礼教的工作。 如果遇到的是军事和政治事务,内阁大学士只能站在一边,毫无插手的权力。 以至于到了后来,若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,大学士一般不再出现在内阁,以硬杂事由携伴大学士负责。 照这样看来,大学士一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。 设立这一职,无非就是浪费朝廷俸禄而已。